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轩哥 我早啊 轩哥 今天精神状态不错嘛 睡得很好啊 那个飞到小角落还不错啊 轩哥 要不然你给我涨个工资呗 问你一下啊 这个喜马拉雅是什么呀 这就是一个应用程序 做什么的 您看一眼 就是一个网络电台 要找什么 这个玩意 飞到小角落 所以说嘛 我就是喜欢 蒂姆布纳斯里这种聪明人 谁 什么理 没什么事可以出去了 算个 手机 我走了 我走了 喜马拉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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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破公司嘛 那么取完本本 你自己去买一个本本 我去拿我的东西 还把我赶出来 还说自己是 最懂传统精神的企业 你懂传统精神吗 你懂老祖宗说的 人以理之心吗 你懂老祖宗说的 诗经不媚吗 你什么逗不逗 你就是一垃圾棋 妈呀 我 我长粉了 新来的粉丝你好 这里是小菲菲 有 这 这 律师函 来 姐 怎么了 我刚长粉了 你那个千年不变的 吐槽剑谈 还真有人听啊 懂什么呀 这叫直言难语 能当你的粉丝 陈天听你在那儿叨叨 得是多无聊 不许说粉丝 我现在要实力重复 那要是你别练了 再练练成健身教练了 你看那小胳膊 我要当模特 啥 姐 凯曼经纪公司在招模特练习生 报名了 我妈肯定不同意 那每个人生活方式不同嘛 反正等我先释放了 走出名气来她不同意也得同意 你想嘛 我如果当上了世界名模 你呢成为了服务专家 你去法国的学费 我给你除了 真的吗 嗯 这聊码事 不能这样 姐 嗯 你能不能先别告诉妈 你就让我试一次嘛好不好 嗯 你不是也说我是天生的衣服架子吗 我是这样说 可不能这样做 就那么这样 嗯 嗯 你想嘛 我当上了世界名模 你呢成为了服装设计大师 我穿着你设计的衣服走秀 咱妈坐在台下看着不得没死她 不 咱妈在台下我把你做死 我不管 反正我已经报名了 当模特 也挺好的 在时天互分裂突然出现 一瞬间 阳光变热烈 小路乱穿了两空好几天 在十点五分你突然出现 在一瞬间 星星睁开眼 树叶何尘你开始寒天 可是你突然走远 转身不说一句再见 我的世界从此改变 叫我怎么想找你一点 我想念 我想念 我找我成全 轩哥 早啊 轩哥 今天精神状态不错嘛 睡得很好啊 那个飞到小角落还不错啊 轩哥 要不然你给我涨个工资呗 行 大人 唐总 唐总 再波过去 唐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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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儿 跟你有什么关系 又没在大楼里面 赶紧些了 帮我买杯咖啡 什么 不在屋子 方总监 您还记得我吗 白 白小曼 对 是我把你招进来的 记得 听说您回凯曼 我超开心 真的 是吧 最近怎么样啊 我最近挺好的 这两年走了库场商业秀 挺好的 方总监 方总监 你现在回来了 丽德姐说你今天回来 我还不相信呢 是吧 您上去吧 我们先上去吧 走 先上去 我先上去啊 我始终觉得那个地方 有点太空了 所以你到时候 排的时候 一定要空场的时候 把它弄密一点 好吧 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问题 方总监 你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人不要排得太密 不要碰到什么 丽德姐 方总监来了 姐 你先去忙 好 好久不见 你们先去忙吧 好的 你呀你呀 风采不渐当年啊 丽德姐 我本来又正当年呀 你说 你把一个正当年的大设计师 请过来参加这种 小儿科的选拔比赛 你是不是过去找我 又来了 我哪儿是整你啊 你不知道吗 这些人未来可能都穿着你的衣服走秀呢 你不来怎么行 我的衣服 最近还有我的衣服吗 说的就是这个事情呀 你看你环游世界一走就是两三年 我可是听说法国总部从今年开始 会在中国扩大战略布局 你要是再不回来 恐怕没你的位置了 我就知道姐还惦记着我呢 所以啊 比赛完了别走 又给我上饲养教育课 方总监 知道就好 丽德姐 喝点水吧 方总监 我喝咖啡 谢谢 走坐这儿吧 首先恭喜诸位 通过凯曼经纪公司 模特联系生的初始选拔 下面我们将进行的是复试环节 首先进行的是 南模修理研究 好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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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是不是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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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吝点赞 您拥查 您拥查 매 您拥了 люature 过家 麻烦 你州 你� 谁呀 你怎么在这 不是 这里是南更医師 不是啊 我走错了 身材不错 变态吧 唐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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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摆摆摆 摆摆 唐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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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哪儿看哪儿 来 来 不好意思啊 你真不得进去 来 来 帮我等你去 就当酒喝了啊 来来来 你不知道你不在的日子啊 我们都可想你了是吧 是吧 笑语哥哥 露竹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想不想我 笑语哥哥 谢谢你送我的钻石项链 我每天都戴着呢 你别搞这一出啊 这都是我哥们 你干嘛呢这是 走走走走走 你还挺会演戏啊 怎么 我帮你赶走这些花花草草的 你还不赶快谢谢我 你小时候被你哥吵的时候 我也替你掩护过好吧 你怎么不谢我呢 你和我表哥最 停 我不想提他 笑语哥 你说我们真的回不到从前了吗 这辈子都不可能了 不过呢 我是一个是非分明的人 陆珠永远是方笑语的好妹妹 那我就要投奔你了 投奔 对啊 轩哥 夏总监可回来了 他带嫂子吗 夏总监坐车应该不用带嫂子 好 您说楼下哪位啊 在咱们公司楼下 等了几天了 有几天了吧 这雨都下一周啊 我就叫到我办公室了 好 我先喝杯咖啡 在这儿稍等一会儿 谢谢啊 还放玫瑰花 看小王子的呀 看得懂 我刚刚跟吴总确认了一下 提供给没日时尚的新款服装 他都确定过了 他说会尽快发到网上 真棒 你是谁啊 杨光 他是我请回来的 这谁啊 苏杰本华我 喂 跟你说话呢 你过来找人办事 连个招呼都不打 是不是很没礼貌啊 唐总 可以把我的苏杰本还给我吗 可以是可以 可你的本子不在这儿呢 那在哪儿我可以自己去拿呢 我家里 你 你家 那 那怎么办 这样子 你给我留个地址呗 到时候我开电影 好 你记得一定要赶快把这个邮寄给我 这个本子对我真的很重要 看我的时间安排 还有 谢谢 等一下 明轩你要不要确定一下 办公室里有没有少东西啊 我说你们公司的人 还真的都挺奇怪的呀 这办公室少的东西还挺多的 比如 人情味 你说什么 人情味 学灵 她还是个小女孩不懂事 别跟她计较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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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冬ة 在等我吗 我 我有点事想拜托你 说 过两天不是凯曼的慈善晚宴吗 我资历比较低 没有被邀请参加 这事你跟琳达说就行 她能带很多人进去的 可琳达姐谁都没带 更不可能带我了 那你什么意思 让我带你去 可以吗 你到时候问问别人吧 我还不一定去不去呢 您在凯曼这么重要 怎么可能不去呢 可以吗 好 没问题 好 谢谢邦总监 谢谢 谢谢 那我就带你答应了 谢谢邦总监 谢谢 拜拜 你好 想给你调干扎的 不要失望了 其他没什么问题 莫菲 来了 你怎么借了这么多刺绣的事 我接了一个茶道服的工作 然后我想在里面 绣一点别样的响应图案 跟它的主色和花 来互相输一条 中国风呀 我不想随随便便 就是照本学科的 就直接把图案印在上面 那你就照这儿做吧 也挺方便的 这所有工具你都可以用 谢谢邦总监 不过我这最近有点忙 有个单子需要你帮我改一下 好啊 反正这个茶道服也不着急用 专码的小事 臣们真的不太巧记住了 颅体会给你 water ъ adapteryou 超级ippy 飞着 给他 几乎 你 required 如果 赚了 应该会有什么 经厂之周 老师应该改成这样可以吗 对方是为了参加慈善晚会定制的 这样的话会不会太保守啊 我觉得不会 因为主要是面料的选择 如果选择一些若隐若现的杀的话 反而会更好看 行 相信你的判断 莫菲 我一猜你就在潘老师这儿 沈家欣 你不是应该在学校里面准备毕业作品吗 我现在不就是来这儿准备毕业作品吗 我说你们俩都把我这儿当成自己工作室了 潘老师 您心肠最好了 要不然这样 等我和莫菲毕业之后来您这儿给您帮忙 最好这次啊 你真的能毕业啊 最好这次啊 你真的能毕业啊 是太阳指引他方向 是太阳指引他方向 你在的地方 会瞬间变晴朗 是那天你留下的花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还想问问你 你怎么在这儿呢 我速写本的你又寄给我了吗 还没有啊 可是你那天明天答应给我的 我是有答应你 但是我有答应你 到底有哪一天给你的问题 你在跟我玩文字游记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能这样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凭什么 别别别别 问 问 问 你问 你在评价星赫图的时候 为什么要把一部分的抽纱工艺 换成了欧根纱灭料 因为用欧根纱的话 可以提升整件衣服的掀气 抽纱减少的话 整体感觉会更好一点 不错 你怎么知道我是怎么评价的 你偷听我讲话 我呢 虽然是一个很低调的商人 但是不至于让你把偷这个词 跟我影响到一起 你怎么知道我是 我呢 是一个有成绩的人 答应你的事情 我一定会做的 为什么没有给你快递呢 但是因为你过得 电话号码里面少了一个 看一下 不好意思啊 这 这个对了 实在不好意思啊 喂 喂 我这个猪脑子 他怎么知道我是怎么评价的呢 轩哥 有人在凯曼见到陆珠了 他还见了方笑语 说要去参加摩特实习生的比赛 我不想去参加母园 去看海湾 有没有 任何要免得去参加 那就说了 你还可以帮你去参加 我会帮你去参加 那我会给你参加 怎么 你怕我姑妈误会啊 放心吧 他知道我的 我对男孩的表准没有这么低 好 很好 唐总 唐总 表哥 跟我回家 我还要跟笑语哥吃饭呢 想带你妹妹回家呀 我妹妹失踪三年下落不明 我还想带她回家呢 我什么时候能带她回来 我不想跟你废话 出来 跟你哥回去吧 回头我再约你 那你给我打电话 走 姑妈 朱朱 进不进行一不一彎 你真的回来了 你哥打电话说你回来 我还不信呢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妈 你们先聊 走 来来来 走 被你表哥骂了她 她要是真骂我倒还没什么事 你知道吗 她从接到我到回家这一路上 连句话都没说 太可怕了 你胆子也越来越大了 不打招呼就跑回来 而且还不回家 我就是怕她骂我才不敢回家的 一会儿我给你姑父打个电话 让她早点回来 想吃什么 大家谢 我妈 你慢点吃啊 都是你的 谁都别抢啊 朱朱啊 现在也不是假期 怎么就突然回来了呢 说话呀 你姑父问你话呢 到底怎么了 人大小姐呢 擅自休学了 休学了 你怎么会休学呢 我 我想去凯曼当模特练习生 我已经通过了 你真的要去凯曼 那要把书你好好念完呢 我不喜欢这个专业工商管理 我真的一点不喜欢 我就想当模特 当模特有什么好的 你要好好读书完成学业 将来到公司 帮你辜负表哥打理公司 这才有前途 的确是当初我跟你表哥 替你选这个专业的时候 也这么想过 就是等你学成之后 请公司来帮帮忙 我真的一点都不喜欢这个专业 我也不想管理公司 我就想当模特 这真是胡闹啊你 要是工商管理会说话了吧 他也不喜欢你 我怎么就胡闹了 我为什么不能当模特呀 我为什么不能选择 自己喜欢的专业呀 你不要自己跟方笑愚过不去 就连累到我的未来好吗 我已经是个大人了 我有权利为自己的人生做主 好了好了好了 别一见面就吵架 朱朱啊 其实你想你当模特 也不是一件坏事情 你表哥在这认识很多人 他其实可以跟那些老师 打个招呼你 放假的时候 顺便过来玩一玩 你就不着休学的 玩 我真不是过来玩的 我就想当模特 我想当职业模特 当世界超模 而且你当世界超模 也不是不可能啊 如果童装世界超模的话 我第一个推荐你 什么意思呀 我就不能有自己的模特 有梦想吗 是 你就只顾着自己的好 从小到大 你就为我安排好了一切 但是你们有人问过 我想要什么吗 我喜欢什么吗 你们从来没有人 在乎过我的感受 我走 我走行了吧 朱朱 我自己做主 不要你们管 朱朱 朱朱 这孩子 过去看看吧这孩子 这在干吗 妈 妈 想什么呢 朱朱现在怎么样 她就一个小孩闹脾气 明天就没什么事了 妈 这个凯曼也算是国内首居一指的 模特进行公司 如果陆朱她真的是喜欢 我看不是不可以让她去做练习生 只是这个方笑愚 朱朱 冯小雨不管她再怎么恨我 我觉得她也不至于格局这么小 你说这个陆朱啊 依她的性格 咱们要是不让她去的话 那她不得离家出走啊 是 好了 咱们先不说这个啊 有件事情我是想说一下 收购SLC我是想把它冰入送汤 让宋唐看起来不至于太单薄 爸 我说句话可能您不爱听了 你说 现在咱们整个的公司里边 宋唐 她确实是一个销售业绩最差的自品牌 什么意思 你也支持裁撤宋唐 我二十多岁的时候 在房制厂当工人 后来到了外贸 做成衣加工 到现在我们有了明远集团 可以说我这一生都是在服装行业里面摸爬滚打 我最想做大的企业其实就是宋唐 它的技艺 它的东方元素 它的精神 是值得我们这个行业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的 真是可惜啊 我没做好 爸 我知道您对宋唐庆祝了太多心血和付出了 但这时代的问题不能怪你啊 不要推卸责任 我们就是引领消费品位的人 宋唐它是东方元素 代表了什么 是民族元素 它就是国际的和永恒的 所以这个品牌值得我们把它推广到全世界去 假设明远有一天没有了宋唐 那明远精神世界在哪里 明远剩下的能是什么 在我看来 它就是一个功课 好 嗯 嗯 嗯 大概就是这样了 应该没什么问题 客人这一会儿就过来试衣服嘛 莫菲 你先回去吧 客户这边我来沟通 有问题我再通知你 因为我必须要看到客户穿在身上 我才好改得更合适一点 潘老师 我的碗里 所以客户是白晓曼 潘老师 你怎么能找这种水平的人 来做我的衣服呢 你要参加慈善晚宴 莫菲想出一套好作品 我说你们俩为什么就不能借这次机会 放下对彼此的呈现不好了 所以这件衣服是要参加慈善夜的时候穿 没错 我男朋友要带我参加今年的慈善慈善夜呢 怎么样 没想到吧 早知道是你的活的话我根本就不会接 你还拿劲儿了我还不想穿呢 行了行了都少说几句吧 在学校还没吵够 我没吵够我都听够了 老师你可以帮我看一下哪里还需要修改吗 都少说几句 来看看你设计的好意思 我说你这领子这么高 你是准备把它缝成口罩还是头套啊 你是要做修女装吗 我说性感不是一定要漏肉的 而且模特只是展示衣服的一个工具而已 如果你连这点做不到 当上模特了 可问题是 我也没看出来你这件衣服的审美设计在哪儿 你爱穿不穿不穿拉倒 潘老师我先走了 别走 你不是设计师吗 你不得帮我换换衣服什么的 试试你的好作品 在学校的时候就眼睛长头顶上 现在还不是要来伺候我换衣服 要帮忙吗 你要是态度对我好点 说不定我给你介绍几个客人什么的 我就算是饿死 也不会接受你的事实 让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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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家 我来 字幕蔥cons明 我 来了 点个餐吧 有点饿 姐 回来了 我通过了 通过什么呀 凯曼啊 模特儿啊 恭喜你啊 我在点外卖 你要不要吃什么 我点炸鸡 我刚考上模特儿 你就让我吃炸鸡 你这不砸我饭碗吗 不吃 吃辣的 要不给你点一个牛沙拉 这个还可以 来 姐 你别看了 快 看看我 为什么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 现在站在你前面的莫凡 已经不是原来那个运头缘了 而是一颗冉冉升起的 能摸之心哦 你能不能好好看我一眼 我考上你都不高兴吗 都不高兴 是 你是妈啦 你不会要出卖我吧 这个叛徒 我说你别没大没小子 你对我好一点 小心我哪一天 一不小心 这嘴就投了出去 我 你敢 我接下来就跟你决斗 来 试试 臭小子 你 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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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 再动 喂 你到了 我马上下来 好 拜拜 睡 太快了吧 快去 今天轮到你 等着我回来收拾你啊 小样 你怎么来了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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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好 怎么了 怎么那么凶呢 对不起啊 我想请问一下 你这个花钱花的是谁啊 布兰德皮特 妈呀 你看 你看这 这 这短发 这鼻子 对不起 麻烦您让一下 让不让 对不起啊 你有满意的 潘老师真的不好意思 今年学生的整体水平 可能真的不够合计 我们砍办做实习生了 没关系 每年的学生素质有高有低 今年没有就砍明年吧 只是今天让你白跑一趟了 都是老朋友了 干嘛还这么客气呢 那我先走了 去吧 去吧 潘老师 这个是你学生画的吗 是我学生画的 但不是毕业作品 在我看来 这个作品要比其他那些学生的 要好很多 难得我这有作品能够入得你的眼 不过这个学生确实不错 算是我交过最好的了 诸位 我不同意才撤自己的 老唐 这些数据 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老夏 宋唐是我们打江山的品牌 是一个起点和基础 如果说没有当年的宋唐 我们今天 就不会有明远时尚集团 我恰恰认为 你要再这么抱着宋唐 最后没有的是我们明远 老唐啊 我知道 中国风国际化很重要 但是获利 对我们股东来说更重要 如果说我有办法 让宋唐摆脱当下的困境 收获更大的利益 那你们会怎么办 美娟 接着说 这些天啊 我对宋唐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分析 如果说我们打破传统的 中国服饰的一个固有的思想 我们从服装的面料 到记忆传统 整体地去着手改变我们的这个整体的宋唐形象 把宋唐的定位提升到轻奢的定位档子 同时达成口碑和利益的双眼 你打算怎么实现你这个梦 总共有三个步骤 第一呢 我们是要跟每日时尚进行一次深度合作 我将以宋唐作为明远时尚和每日时尚 合作的第一款系列 第二 我坚持继续收购SLC 还有第三点 咱明远时尚将会推出一档综艺选秀节目 叫做时尚中国风 那通过这个节目呢 我们可以从电视还有整个的网络平台去进行宣传营销 同时我们将选出这些年轻的选手有才华有热情的进入宋唐 对我们的宋唐 尽心改头换脸 明轩 有把握吗 怕你是有什么担心吗 我现在年纪大了 要是放在十年之前 我一定会支持你 而且我会和你一起搏一把 你现在清楚一点你做的所有决定 关系到你在明远的未来和命运 我接您上次跟我聊的非常有道理 您 我 宋唐还有明远 我们是不可分割的明远 如果说今天明远没有了宋唐 那还是明远吧 所以我愿意赌一下 你刚才在会议上提到了SLC 收购价格固然是一个分歧点 但是更重要的是彼此理念的不同 比如说 他们认为我们的服装加工工艺 达不到他们的要求 每日时尚的吴总他也提到了这一点 他说怎么能让我们的服装 让更多年轻人接受和喜欢 我们的工艺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那对于这个你自己有什么想法呢 我这头四处现在有一个老的绣坊 理事绣坊 他们的工艺已经传出了几百年 如果想想啊 咱们的宋唐加上理事绣坊的工艺 是不是还挺有趣 你说的是老手工艺的 因为一些历史的成因 他们现在大多是以家族式在精英的 所以他们对品牌市场还有布局 没什么概念 除此需要尽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好了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我说的是人情 生意 生意就是生意 谈什么人情啊 你看 就是年轻起始 我以前跟你也一样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你现在这种 说一是一说二十二的这样的一种个性 你得知道你在老艺人面前这样是会碰钉子的 就这一生意来说 可能他们更加看重的是情意 记住 情意 好了 别教训我了 老爹 来 来 喝一口 习惯吗 还是喝不出来有什么好 以后就好了 多喝 莫非我说你是听不懂人话还是什么 我不是都说了吗 这个领子要凸显我锁骨的性感 锁骨 你看你这个领子 说高不高 说低不低的 什么嘛 我说你懂不懂设计啊 这领子在地露得就不是锁骨 露得是你的胸骨了 为了修饰你前面曲线我已经绞尽脑汁了 再怎么说你也是专业的懂不懂藏着眼 藏什么竹 你这个人什么态度啊 你什么态度 自己不会种菜 就跑到别的菜园子里面来指手画脚 因为我是你的顾客 所以就把自己当上帝啊 大二位 小二位 方总监 不好意思 这件衣服是你做的吗 我是凯曼的设计总监 方笑愚 你 你就是方笑愚啊 十六岁就拿了法国青年设计奖的天才设计师 这件衣服做得不错 前两天还跟潘老师一起夸这些衣服 这衣服还是要穿在人身上的 这有些设计师吧 就太有自己的想法了 根本就不考虑我们顾客的需求 是啊 顾客的需求是挺重要的 毕竟人家花了钱嘛 觉得就有权力不尊重设计师的身边和眼光 你的原图我献过 你想要的不是这个效果 但是也没有影响你的发挥 不是吗 先往哪边 有时间喝个咖啡吗 可是我这边还没弄完呢 还要弄什么吗 白小姐该不会让她帮你换衣服吧 当然不会 当然不会 那 那我们去隔壁 好啊 走 你跟白小姐关系不好呀 没有好语不好 就只是认识而已 邦老师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就是 刚刚领子的设计 你觉得怎么样 你刚才不是挺自信的吗 其实很多人 都对那个邻子的设计 有不一样的想法 认同来自于理解 这跟心理神会有关系 如果是我来处理的话 也会用相同的办法 看吧 我就是这样的想法 每次都因为这个邻子 要跟别人结识很久 其实跟我们这行挺孤独的 如果能遇到一个人 跟自己的理念相同 就会觉得是神的恩赐 就像咱们俩能在这里喝咖啡 是不是奇迹 今天聊得挺愉快的 对了 莫小姐 这个是我的名片 有什么需要的话 在这儿跟我联系 谢谢方总监 那我走了 注意安全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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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菲 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了你心里不清楚吗 你又抢了我看上了呢 我又抢了 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少在这儿装白莲花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上了大学的时候 你害我被开除 在我喜欢的学长面前 你出尽了风头 今天也是一样 你害我在方校围面前很难堪 我还没说完呢 你是不是以为我很好欺负 你以为我不敢怎么样你是吧 你想怎么样 我警告你 不要再坏我好事 不过我见你一次打你一起 跟你说话呢 李师傅那边怎么样 李师傅那边怎么样 我们派过去的专员 都被打发回来了 你说 会不会是对家那边 有什么小动作啊 咱们先不用想那么多 先把自己做好 明轩 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既然那边绣坊 始终没有意愿跟我们合作 我们明远 何必要放低身段去求人呢 你不是给我看了那么多吗 但是在苏秀方面啊 李师傅的品类是最多的 也是最全的 要不你先好好忙 你的时尚中国风的事 我亲自跑一趟 你亲自去了 有什么不可以的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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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姐 你 这都你收的 不 我说你怎么又带东西回来 你说我往哪儿放呀 姐 我今天可是捡到钱了 特地给你买这些好吃的 真的吗 在哪儿捡到的 在你床上啊 这不是你要拿去法国 申请学校那件衣服吗 现在不是了 为什么 这不挺好看的吗 什么情况 你看 袖子这里都不对 袖子很好看 敷衍 你非要让我一个外行看 这个我哪懂啊 你说 你干吗去 对了 明天我要出门 把假我维持好了 记得喂鱼哦 真的觉得挺好看的 对了 对了 该不会是系统提示吧 你 你是活的呀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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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问直播吗 我明天要去苏州 估计不上线了 哦 我要去绣坊学习苏绣 你怎么觉得 该不会 是贝贝我的变态了 怎么就下线了呢 嗯 嗯 拥哥 喂 问路 你去问一下她绣坊怎么走 她不是那个 顽强不虚的女同志吗 莫小姐 是你啊 见到你这人太好了 那个您知道 苏绣坊怎么走啊 怎么了 就是我们老板呢 去苏绣坊谈生意 我这导航吧 他找不到路了 那我帮你找 等一下 等一下 我们老板这人吧 就特别难相处的那时候吧 咱们两个都是被老板压榨的人 是吧 所以说 你能不能带我去趟苏绣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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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搭了别人的车啊 都不说声谢教啊 需要别人带路 也不会说谢谢啊 喂 你好 唐总在干嘛 怎么不接电话 下午的活动是不是忘记了 夏总监 那个我们唐总他今天有点事 然后就是行程突然改了 我跟您秘书说了呀 他没告诉您吗 他有什么事啊 行程取消了怎么不告诉我 不好意思啊 夏总监 那你让他接个电话吧 我们唐总他现在 不是很方便接电话 好吧 那你跟他说 空了给我打个电话 对 好嘞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杭总 同时还有几家公司想收购绣坊 但是我相信您能看得出来 我们明远是最具有实力的 走高端路线 对绣坊的未来就是有好处的 您说得没错 汤总请喝茶 李师傅 其实我对绣坊的经济状况 还挺了解的 绣坊现在确实有些问题 但是 比起把绣坊推向商业化运作这些问题 还不足以伤筋动骨 真的是这样吗 可是据我所知绣坊 应该在半年之内也没有任何的收入了 而且在半年之内已经走了五位绣娘 李师傅 您可千万别因为自己的资质 而断送了绣坊的未来 您怎么就能肯定 跟明远合作就一定有前途呢 我当然很确定 只要绣坊同意跟我们合作 我们可以在短期内向绣坊注入大量的资金 而且为了配合我们的全球战略计划 我们可以对绣坊进行宣传推广 可以提升绣坊在海内外的知名度 我认为通过我们的品牌效应 可以让更多人加入进来 甚至我有一个想法 我们可以一起合伙 开办一个学校 唐总 我真的还有事情要处理 您就先请回吧 我觉得我们之间也没有必要再谈下去了 不关合作是否担着啊 得要谢谢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